这台索尼的α6600 我研究了大概两个小时之后 就对它完全失去了新鲜感 因为它跟之前的α6500实在是太像了 在我对它的自定义按键和预设设置好之后 就好像昨日重现了一样 在这个视频里 我会把α6600全部的缺点介绍给大家 包括它去掉了闪光灯 握持不是很舒服 还有它的翻转屏和热靴自相矛盾 当然也包括它的优点 包括增加了大电池 耳机监听接口 还有它所有的性能的提升 介绍给大家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一定帮我点赞 或者是发送弹幕来支持我 刚才我说到的是α6500和6600的外观上很像 当然你知道α6系列 它所有相机长得都差不多 一个相机的升级 我们不能光看它的外表 还要注重它的性能 尤其性能是最重要的 那么接下来 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从α6500升级到6600 我的主观的感受和体验 在这里需要说明一下 从时间顺序上 6600并不是6500的升级版 而是6400的升级版 因为索尼在2016年发布了6300和6500 然后在三年以后的2019年的1月和8月 分别又发布了6400和6600 那么再来说一下机身的变化 从上面来看 6600去掉了弹出式的闪光灯 在原来6500机身左侧的扬声器 现在转移到了6600的顶部 原来闪光灯弹出按钮 现在变成了Menu键 原来Menu键的位置 新增了自定义按钮C3 那么6500上的C3 也就是删除键 现在也变成了C4 旋转波盘上的全景模式 现在变成了Slow and Quick 升格和降格模式 这个录制按钮转移了 电池变得更大了 使用了FC100型号的电池 和A7M3为同一款电池 左侧我们打开小盖子 我们可以看到新增了这个耳机监听的接口 好那下面我说一下我发现的三个主要的α6600的缺点 第一个缺点就是它直接把闪光灯给去掉了 我知道像佳能1D 5D索尼的α9α7这些专业以及准专业相机都已经没有机身上的这种弹出式的闪光灯了 但是我想问α6600真的就专业到了连一个弹出式的闪光灯都不配拥有吗 我知道有的人其实很少用这种机身上的弹出式的闪光灯 因为它效果不是很好而且离镜头也不够远 但是相信我这个闪光灯有的时候还是可以用来应急的 像这张照片来说 如果说我想逆着光拍清这个树上的果实的话 那么如果有一个闪光灯我就可以很轻松的做到 所以说在6600这台机上如果你还是想用闪光灯的话 那么你只能考虑外置闪光灯了 那么第二个缺点就是握持不舒服 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侧面有多么的平 我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平头格 因为它过于平 所以说当你握持的时候你的这个位置 它是不会分担一定压力的 这个侧面这么平也不是一无是处的 你在使用NFC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方便 然后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 当你握持这个相机的时候 因为它的这个录制键的一个转移 有的时候你会不小心碰到它 导致意外开始录制 那么我要说的第三个缺点 就是它的这个翻转屏和它的这个热靴 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一个存在 一旦使用翻转屏以后 这个热靴上就不能放任何东西 因为你一旦放任何东西 它就会挡住你使用这个翻转屏 也不是没有解决办法 比如配这种转移热靴的这种配件 但是它也是有问题的 比如它安装和拆卸是比较麻烦的 比较耗时而且需要一个小班子 这个小班子你会随身携带吗 这是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你装上这个小配件以后 你的相机就会多出来这么一小块 暂时我也没有想到更好的解决办法 我觉得还OK吧 但是如果说我要是用外置闪光灯的时候 显然这个配件就得取下来 好到目前我只发现了这三点 我比较在意的缺点 那么接下来我会把它的优点介绍给大家 第一个优点就是它换了大电池 它电池的更换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一项升级 因为之前的FW50的电池 真的是一个痛点 非常非常大的痛点 电池容量小这件事 看上去是可以通过购买多块电池来解决的 但实际上你亲身体验以后 你就会发现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这种感觉就好像一张128G的存储卡 和8张16G的存储卡 绝对不是一个相等的概念 它们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 6600的电池的增加 并没有过多的增加相机的重量 在我看来好像和6500的重量没有什么区别 那么第二个要说的优点就是它增加了这个 3.5毫米耳机监听接口 如果你要是想认真地拍一段采访 或者说一段演讲 你要时刻保持警惕 带着监听耳机来监听现场的这个声音 比如突然出现一段不明的噪音 比如小蜜蜂有的时候电池没电了 这个时候你是要第一时间发现 并且处理应对这件事 但是如果你没有耳机监听接口 那你可能就会遇到不可挽回的损失 那么6600的终于弥补了这一大遗憾吧 请妥善保管你现有的3.5毫米的耳机 因为我在家里找了好久 也没有找到一条可以用来监听的耳机 那么接下来要说的第三个优点 就是它配备了180度的翻转屏 其实开始的时候 我并没有觉得这个翻转屏 对我来说有很大的意义 刚才我们在录制的过程当中 意识到一个问题 就是有这个翻转屏和没有翻转屏 还真的是不一样 有翻转屏的话 你会感觉你是在对一个人说话 就没那么枯燥和乏味 还有就是没那么担心 你是路上还是没路上那种 出没出话啊啥的 对你可以进行一个构图 而且它的这个翻转屏的这个结构 它等于是多了一个环节 你在进行俯拍和仰拍的时候 你的这个角度都有了很大的一个扩展的空间 那么第四个优点 这个快门键在录像的模式下 可以作为录制键来进行使用了 这一点在6500上是不具备的 快门录制动态影像功能 在菜单2 第三页的最后一项可以开启 那么第五大优点呢 就是它录制时间 终于取消了30分钟的限制 我来晚了 经过我的测试呢 在室温26摄氏度左右下 用索尼原厂的电池 在99%的电量下连续录制了两个小时44分钟的4K25P的视频 电量掉到了4% 机器温度较热 但还不算烫手 那么第六大优点呢 就是它提供了延时拍摄 这一点在6400上也是有的 在相机里面叫间隔拍摄 这个提升对我来说也是比较有用的 因为你在6500上只能通过SNQ 就是Slow and Quick 那个升格降格的模式来拍摄 但是这个模式下拍摄的视频呢 只有1080P 同时它的宽容度也是比较有限的 那么现在提供的这个间隔拍摄呢 你就可以以照片的模式进行拍摄延时 那后期你可以把它做成4K的视频 然后你还可以获得更高的宽容度 第七大优点呢 其实主要是相机整体性能上的提升 比如说你拍摄了一段连拍 那么在你回览的过程当中呢 那这段连拍呢 它是以自动归类的形式来呈现的 那么第二点呢 是Alpha6600在静音模式下 可以以High Plus的这个速度进行连拍 这对喜欢扫街的朋友 可以说是绝对的福音 比如我在走路的时候 对面走过来一个美女 我很想拍下她的样子 回家百分百看图 这个时候如果我要是用Alpha6500的话 我拍到的画面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这个时候 我用6600High Plus的连拍速度拍下来 就是这样的 那么第三个呢 是它的开机速度更快 比如我在走路的时候 对面走过来一个美女 这个时候我想拍下她的样子 回家百分百看图 这个时候如果我用Alpha6500拍到的画面 就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我用Alpha6600拍到的画面 就是这样的 那么第四个呢 就是索尼相机里边增加了我的菜单的功能 在我看来可能叫做自定义菜单更为合适吧 就是你按下Menu之后 它多出来一个小星星的这个选项卡 叫我的菜单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把你自己常用的一些选项 增加添加进去 那么第五点呢 是在拍照模式下 它的ISO下探到了50 大家自己看一下吧 我拍了几组样张 左边的是ISO50 右边的是ISO100 我们看一下它们有没有区别 好 那么说完这台相机的缺点和优点之后呢 我还要补充一些我个人认为的小遗憾 第一点遗憾呢 就是索尼的这块屏幕 似乎还是从前的那个屏幕 强光下就很难看清屏幕 只能通过眼屏取景器来进行构图啊 或者是监视 那么第二点遗憾呢 就是相机的自动追焦 说实话这个追焦包括自动对焦点 它宣称有425个 但是说实话我的体验啊 就是还是觉得它不够智能 比较笨 因为在很多场景下 比如这张照片 如果你使用的是AFC 也就是连续自动对焦的话 这个相机无论如何 它都会对到这个柱子上 所以我觉得在我们人类用肉眼看来 我要拍摄的肯定是后边的这个人 但是相机它就认为我是要拍那个柱子 还有这张图 我拍摄的这只小蜥蜴 如果这个树干在前面 怎么对焦 它都会对到这个树干上 我就是要拍那个蜥蜴 这么简单的事 你都不能替我完成吗 它就是不会 第三个遗憾 就是相较于α6500的菜单 虽然有一定的提升 但是从某种角度来说还是老样 非常繁琐 那么第四点遗憾呢 其实可能有点过于 可是希望如果索尼把这个 以前的这种老式的这个USB接口 如果能换成Type-C接口的话 在2020年这样一个时期的话 我觉得可能会更方便一些 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那片原材飘得好快呀 那咱整啊 能让它慢点啊 那你让它慢点呗 飘那么快那仆人一会儿不迷糊吗 下面我尝试总结一下 我对这台相机的评价是小巧的有点不像实力派 这是一台看上去很业余 但用起来很专业的机器 说业余呢 是因为如果你用它扫接 没有人会高看你一眼 相当低调 但是拍出的作品却毫不含糊 对于只拍照的同学而言 我想所有的α系列其实都可以满足要求 FW50小电池也并不会显得格外的捉襟见肘 为拍照而升级到α6600 我感觉没有太大的必要 但是如果在视频这个领域 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大电池 耳机监听接口 甚至去掉了闪光灯 都在宣示这台相机是为了拍摄视频而生的 尤其是第一次接触HLG高动态视频拍摄 我真的被震撼到了 买α6600的人似乎都要被问到 为什么不加点钱直接上A73 对于这个问题我只想说 当你管APS-C画幅叫残幅的时候 不要忘了它还有另一个名字 Advanced Photosystem 先进摄影系统 好的 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还请您支持我一下 如果有缘的话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非常抱歉 我一直在拿6600跟6500进行对比 但是我手头又没有6500 过年的时候去国外玩 6500掉进了大海里 还有我的10到18广角镜头 18到105 这个镜头超级牛叉 跟10到18一样 是一个恒定光圈的镜头 但是比10到18还要牛的一点 是它有一个电动变焦的按钮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我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18到105的这只镜头 好事 感谢观看